直接到北檢狀告蔡英文、蘇貞昌跟陳時中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而且他話說得很重 他說他們涉嫌殺人罪 殺誰呢? 主要就是你防疫失職 導致人民傷亡 然後你還有犯了貪污罪 楊智良控訴 有政府會害死人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敢說抄前部署 真是丟死台灣人的臉 那不知道志昇哥你怎麼看楊智良這樣的反應 楊智良的反應 我覺得基本上是不值一談 因為基本上他活在一個他自己的平行時空當中 就是說他用這個論述說 有沒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超前部署害死人 那你美國怎麼說? 你要看看美國 一百多萬 對 種族滅絕 那如果沒有過去這幾年 台灣在防疫的政策上面 防守了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這次進來不是Omicron 這個致死率更高的 體現的阿拔貝塔 還有原來的病毒等等 如果是那個情況之下 請看看世界各國的狀況 在那個情況之下 台灣的防守是多麼的好 你在中重症的問題 跟死亡的問題上面 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超越台灣的 這是一個狀況 那你即便在Omicron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也都看到相關的數字 就是我們的重症以及死亡率 相較於其他已經爆發的國家來講 相對都還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覺得楊志良的說法 基本上就是他活在平行時空的一個狀況 其實真的不只一談 但是回來談民調 是可以做一個參考的一個依據 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很有趣啦 尤英老師的基金會 他每個月都在做民調 綠營的朋友都認為他不是綠營的民調 藍營的朋友都認為他是綠營的民調 但是這有一個特徵 就是基本上可以證明說 至少他的民調他每個月都在做 他有一定程度的滾機 可以去做依巡 其中我覺得 其他剛剛惠營講到 接下來這個表現的部分可以再談 其中有一個我覺得 最值得被依巡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剛剛講的 他的平均分數 六年來的平均分數是61.55分 乍聽之下不高 可是如果仔細看的話 61分 不好意思 是這六年最高的 是這六年最高 他在2018 2019的時候 2018年就是那時候 九合一選舉之前那時候 你看他只有55分 對不起 只有52分而已 所以其實整個來看 我覺得至少臺灣民進行會 他長期以來的觀察 你說61.55分 就基本上他是及格 基本上你換個角度想 代表他對蔡總統的執政 六成七成的面向是滿意的 其實我這邊補充一下 我們可以 因為他其實問的各系上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譬如說整體分數是61.55分 他有分析一下 包括說你對於蔡總統 處理國家大事的一個方式 你會發現其實有高達46.2% 人是贊同的 那不贊同的比例是39.5% 雖然就是贊同比例 有下滑一個趨勢 再來對於蘇貞昌內閣 施政表現 認為表現得還滿意的是45.7% 不滿意的是44.2% 結果他的趨勢也是滿意有下降 不滿意上升 然後兩個其實呈現一個 類似在政府的一個差距之間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兩岸關係上大幅增加 認為蔡總統第二任期的 六大市政裡面 兩岸關係成長了5.5% 畢竟快要五成39.5% 不滿意的其實降了4.1% 就是來到了39.2% 所以很有趣 現在其實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感覺上還是滿緊張 可是國人是認同 他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其實你看他講到六項裡面 你看國防外交兩岸 這個滿意的比例 兩岸已經是最低了 都49.5% 就算五成好了 基本上國防外交兩岸 都在五成以上 我們都知道 國防外交兩岸 本來就是總統的職權 也就是說蔡總統 在他這個職權範圍內的 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是獲得大部分人肯定的 特別是兩岸關係的提升 那個當然剛剛從2020年以來 中國的這種各式各樣的侵略 擴張野心加上再次俄物戰爭 那個中長期性跟短期的變化都有關係 在外交在國防在兩岸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像這次國防 我也坦白講 國產疫苗這麼低 當然或者不滿意度這麼高 當然也是兩個原因 一個是去年不斷的被抹黑 被污蔑的一個狀況 這當然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變成好像國產疫苗 變成一個防疫政策的破口 的這種東西 當然就是被抹黑的狀況 這是一個 第二個當然跟近期的疫情 大幅度的擴散也有關係 沒錯 這就要回來講一個狀況 就是說民調的狀況 你要看長期性的變化 如果你看這一次的民調的變化 譬如說小英的聲望 有下降3.7%等等 你就要說你看 他過去6年被不滿意 不對 因為你只用了 可能只用了60天的事情 來看過去6年 整個長期的現象 這是有問題 所以看那個趨勢才是對的 即便你回到這半個月 一個月的情況 以游盈農他每個月都在做民調的情況 掉3.7% 在我看來 這叫短期效益 因為畢竟疫情造成大家的緊張恐慌 難免焦慮這都有 甚至包括你看 現在我們都開玩笑說 開車又恢復到去年5 6月的狀況 非常的順暢 當然民眾自己會自己的自主防衛 可是對於疫情 當然政府會有焦慮的狀況 可是一樣 當焦慮的狀況 如果今天 剛剛VCW看到嗎 我有6成多以上的民眾 未來是希望與病毒共存 如果度過了這一關 這種所謂Omicron的這種大幅的感染的時候 譬如說6月開始下降之後 開始與病毒共存 開始如果有邊境開放 開始我們的經濟生活恢復不只是正常 而是恢復到過去跟全世界這樣子連結的時候 你說這個拉長的過程當中 那個民調可能又會再回來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去年5 6月3級的時候 蔡英文的民調也不好 可是不要忘了去年年底 四項公投 補選 兩次補選 都是民進黨贏 OPS 所以結論就是你那個東西 還是要看中長級性的發展跟表現 這樣來看整個6年才是公允的一個狀況 蔡英文跟陳松不一樣 蔡英文如今的支持度 是兩岸國防外交 以及非常多綜合因素的考量 來去支撐蔡英文這個人 在台灣的人物設定 所以今天就讓防疫稍微作差 或是怎麼樣的 蔡英文支持度 拱在61分左右的時候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蔡英文對於台灣人的價值 或說對我們對他的信任感來源 包含他跟美國的關係 包含我們台灣的外交展貨 包含我們台灣經濟 包含我們台積電等等的 這很多的 可是陳時中在台灣人心目中 目前坦白講 絕大多數的價值是來自於 他對於防疫的信任感 陳時中成也防疫 敗可能也會敗在防疫 所以這件事情應該很清楚是說 當防疫如果出問題的話 對於蔡英文有沒有影響 有但影響不見得那麼大 可是對於陳時中來說 會造成決定性的影響嗎 因為這個民調在做的這個時間點 剛好是台灣疫情又上來 那我認為他當然如果你跟一個月前 如果是一個月前做這個民調 我相信他數字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如果整體來看 確實民進黨有出現一個民調 因為疫情下滑的一個原因 你光看兩岸 因為兩岸在這塊事情 基本上多數人還是認同 那兩岸本來就是民進黨 其實在這一段在這幾年裡面 一直在強調跟國民黨不同的地方 所以理論上面來講 兩岸的部分如果大家認同 理論上不會太低 但是現在看起來 確實有一些往下挫 我認為當然第一個疫情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更不要講說那個什麼居隔單 這幾天在中央地方吵了這一堆 那有些口水 這個沒關係我們後面會再講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 蔡英文是有感受到那樣的一個壓力 不然他不會用一個總統府的一個高度 召開一個防疫的諮詢會議 那個諮詢會議也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坐中間 賴清德坐一邊 另外一邊坐的是陳建仁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事實上這兩位現任副總統跟前任副總統 其實在防疫裡面沒有公開角色的 蔡英文必須要到彩面上面 然後讓蘇貞昌跟陳聰坐在另外一邊 那看起來確實是因為你地方跟中央裡面 你不管是地方怎麼講的那個口水 或者是去批評中央 中央一定有會被批評的地方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角色叫陳建仁 陳建仁公開在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也有提到就是說 確實有準備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他這時候出來 把自己放到防疫的第一線 當然有他的急迫性